我們現在來拍幾張照片 也再次詢問在裡面的記者朋友們 我們來呼喊一下叮噹來到我們的背板了 左邊 左邊 這邊 右邊再轉一下 這次就好像是你的家一樣喔 常常回來來表演也來領獎 今年的感覺也是很熟悉吧 我今天要拿一張卡 就是要全情卡 因為KKBOX七年 我都有每一年都參加 因為去年沒有發行專輯 所以今年沒有拿到 不是風雲歌手 但是今天很開心還是有 把我自己特別準備了表演然後帶來現場 當然要全情啊 是不是每一年都要來 而且剛才說到了 已經累積了有六屆的風雲歌手了 真的很棒很棒喔 2015年雖然說 就是專輯錄音室的作品沒有發行 也是非常的忙碌的 在好多個地方也是巡迴的演出 把你的倒帶鍵再按一下的話 有沒有哪一次的表演或活動 其實真的印象好深刻喔 上一場去年的時候 穿了紅色的禮服 然後也是在延伸舞台 然後我有帶來我的那個 所有的就是以一個非常柔美 每天都唱的手掌心 然後整個都非常的優雅 要柔美表現 那今天呢 今天這一身造型的那個感覺呢 待會兒在舞台當中呢 今天的造型就是呈現 黑天鵝轉化為白天 今天要在空中 對 而且這次的空中會 比我演唱會那個 那個高空還要再高 四層樓高 那樓上的觀眾朋友 可以更加近距離的看到你喔 就說了 黑天鵝要換化成白天鵝了喔 好 剛才林玉杰其實有提到 很快過年了 希望工友滿目的你們 都有時間可以回家 想去過年 今年需要在工作當中度過嗎 還是也可以回家團圓一下 除夕夜回家 除夕夜回家 對 但是馬上就開始又要飛來飛去了嗎 對 最重要是最近在籌備我的新專輯 然後接下來要幫著就是 新專輯的MV的拍攝 然後三月會跟大家見面 我自己也已經期待很久 因為這次也自己參與了在製作的部分 然後這次專輯有寫歌 然後有很多不同的靈感 很快要即將跟大家一起來分享 這次的新專輯 哇 太棒了 過完年了